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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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教员 做课题 搞研究 是我的工作 更是我的责任 特别是研究 持冰对抗信息化系统 对我来说 更是一种挑战 起初有人说 我 一个武教头想当发明家 简直就是蚂蚁一只大象 这么两只 但我始终认为 做任何事情 你只有敢去想 敢去做 才会有成功的可能 我性格最大的特点 就是直播 课题做不下去是 我会先放一放 一年做不完 我会做两年 三年 但久不会放弃 对我来说 这是容易上瘾的一件事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 尤其是工程技术方面的说 它能为我提供科研创新的技术支撑 有时候也足点哲学 因为它能够帮助我辩证地去更新问题 解决困惑 失望压力 有时候 我觉得很累 想沉下来歇一歇 但有坚持的责任在来 我就不能停下脚步 勇往直前 永不言败 这才是真人精神 在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的实战模拟教室里 胡适良正带领他的学员们进行一场装甲 以下车辆数字化 火力对抗模拟演练 26年前 胡适良和他们一样青涩 却已担负起授业解惑的职责 1984年 19岁的胡适良 被安徽蹦步坦克学院录取 成为一名军人 在军校这片热土上磨砺了四年 毕业后的胡适良一心想着要到一线部队建功立业 最后还是成了一名教员 而当胡适良接到自己的第一份教学任务时 他彻底傻了眼 就学的是坦克设计 而到这个分过来的话 改成装甲步兵设计 就是他从事内容相差比较大 相差比较大 就是交际的很少 作为教员的胡适良要和学员们一样 从零开始学起 而且只有20天的准备时间 要想不出丑 他只能开足马力 从接到任务以后 基本上的话呢 除了睡觉吃饭 都是在准备 都是在准备 除了教研室的那些老教授给你把关把四五遍以外 自己在教室里反复的认为说不定有多少遍 充分的准备让胡适良人生的第一堂授课顺利过了关 也让胡适良意识到 自己对教员二字理解的肤体 想到讲台下40个学员的殷切目光 胡适良开始感受到了责任的分量 如果教不好他们 那么的话 他们怎么去组织后边的训练 怎么去带兵 可能那个时候 一个是感觉着责任 一个就是感觉着很神圣的感觉 新的理解 让胡适良铁了心 要担好这份神圣的职责 十几年的军事教员生涯 他积累下了丰富的教学经验 但也从中发现了不少问题 原先都是人间吧 人有的躲在那个盐壁布里边 有的的话那是地下挖个大坑 然后把那个目标上上推上来 停下落下去 两个目标在这边交换着他 打去他有人很危险 在当时的全军训练科目中 最高危的便是射击时训科 大学期间的胡适良亲身体会过这种威胁 子弹从翘起的一脚洞穿而过 十公分便是生与死的距离 回想起来胡适良心里不免后怕 如今的学员大多数是独生子女 一旦出现意外 那就是一个家庭的破碎 每每想到这些胡适良都是如坐针战 胶着之下一个念头 在胡适良的心里悄悄蒙身 当时我们就想 轻武器他能够自动爆把是不是 那个炮弹我们就不能爆吗 所以一直就得琢磨 我做一套系统 我就能够自动爆把 我还不用人头领 这样不就减少我对人员的伤亡吗 这个念头在胡适良心里炸了根 2001年 研究生期间的他便开始了系统的理论准备 毕业时理论已基本完成 只等实战检验 检验的关键在于大量数据参数的支撑 为了获得精确的炮弹弹导激波数据 胡适良在野外一待就是一个月 整日躲在检验的掩体里进行紧张的采集作业 1号 我是2号 高低15 方向5 完毕 1号 炮弹爆炸的巨大威力 还是让他心有余悸 关键就是他 你在弹区能爆炸的一块声音头 弹区嘛 你离他又不远 他们有个弹里边 一千五百个缸珠 那缸珠最后能飞到七十 从我们上方就过去了 惊险的时刻一直伴随着这项系统的研制 因为长期与炮弹爆炸的轰鸣声近距离接触 胡适良患上了职业病 听力检查 他又听 他说的结论是炮弹性耳聋 听力的下降也让胡适良成了个大嗓门 声音大的让对方都有了意见 可他自己却毫不知情 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家属就说 你那么大声音干什么呀 我说我声音大吗 他说你把别人都割死了 你还不大吗 3号 我是北京 发动前进 不行 你也知道明白 胡适良经过三年的紧张实验和研究 艰辛付出 最终有了汇报 2003年 这套自动爆把系统最终完成 系统不仅实现了把气无人化 彻底解决了长期困扰部队的实弹射击训练中 人员安全难题 还使部队战车单车射击训练效率 提高了5倍以上 并为它斩获了军队科技进步 一等奖 从此 胡适良 声明缺起 一次普通 从士兵队看 煞场之中 他为何要离军令撞 一项胜负裁决系统 研发路上 他又经历了哪些波折 军女人声正在为您播出 胡适良 责任 顺于能力 在系统研制的三个春秋里 胡适良都是在轰鸣的炮声中度过的 大炮从一千米处打来 从它的头顶飞过 又在身旁爆炸 弹片在把壕中横飞 危险程度不言而喻 胡适良说 这种滋味就像是刀口甜蜜 危险与成就感聚散 当系统刚刚完成 胡适良还没有来得及休息 一场石兵对抗演习 再次把他抛到了封口浪尖 北京火车二号 我已战道准备完毕 续组签名以后果地 先走 2003年 在某石兵演习训练场上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石兵对抗演习 演习结束后 人为裁剧的偏颇 令参演双方对评判结果都不满意 作为岛上组长的胡适良 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 做出了一个冒险的承诺 必须有一个系统来换 能够通过科学的手段来评估它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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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赢了你哪个地方 输了输了我清楚 我这个地方输了 胡适良承诺的这个系统 就是把演习双方投入的兵力 武器装备和战法谋略等要素 租入到计算机内 系统就会自动生成相应的 战斗力评估报告 降低人为因素的干扰 使评估采取结果更为科学准确 可系统研究涉及计算机 通信 光学 力学等 十几门高端学科 又无潜力可循 前景渺茫 胡适良只能用下四功夫的办法 来吹燃这点惊星之火 大年三十中午十二点钟 从办公室是回家的 初六早晨八点钟又回到办公室 你想想吧 一年航上手机下 基本上全都打进去 不会就学 不懂就问 胡适良一头渣在书海里 研读大量的军事资料 到了研究最关键的一步 他发现弹道方向角的测量精度 达不到实验的要求 这让他一下子没有了方向 精度达不到 他两个测量高地和方向的精度 是保证你算那个弹道的一个基础数据 你这个东西不准确 那么你后边就谈不上后边算的准确性了 胡适良到各个科研院所调研 找地方大学相关专业教授进行沟通 找字幕讲解开这个死戈的 有时候感觉有了门路 兴奋的胡适良往往等不及天亮 就要正视自己的设想 有时候晚上半夜给人家打电话 那个赵博士我一打电话 我说半夜打电话什么事 我说我做了那个事 我说打了你休息看看这个方向行不行 对不对 看看行不行 然后跟人家沟通 总参审核并获得批准 可胡适良没有想到 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却又把它挡在了胜利的大门之外 最后在试的过程中 有时候它信号不稳定 有时候也出现比较偏差的东西 胡适良逐个环节分析原因 又经过一年时间的改进和完善 系统最终实现了稳定性和准确性 全体参与人员注意 我是导演 作战时间5月11日5时30分 在2005年3月的一场 士兵对抗演戏中 该系统展示出 一场将科学清晰的裁决报告 促进风口 并在当年无可争议的获得 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那心里边肯定很高兴的 不怕我能高兴 除了我们院里面领导 都很高兴 系统成功实现了 从人为定性裁决 转化成定性和定量 相结合的裁决 胡适良心中的这块石头 终于落了地 荣誉加深之际 他用八个字来综结工作 任务完成 责任尽到 这就是说 不给自己加的责任也好 如果说从其他的角度 只受一种责任 胡适良认为 做好学科带头人 是一种责任 把责任的意识 传递下去 更是一种责任 我最不愿意看到 是混日子 不管就是我当主任 当了八年转 我的教员 你看我找谁 我办公室都有电话 我找我的教员 我从来不打电话 我到办公室敲门去找他 为什么 第一 我敲门找你 我看你在干什么 就包括我带我那研究生的时候 我跟他讲的很清楚 我说我告诉他 我说我三次抓了你 玩游戏你走着 我不带你 这种严苛的态度 同样用在了实训课上 每一个操作程序 每一个环节 胡适良都力求学圆满 要刻在脑子里 假如说你某一方面 没有做到位的话 或者不达标 时间要求不到的话 他依然会对他 对我们提出很严厉的批评 胡适良对于自己认为 重要的事情 总是不厌其烦的多次讲 学员私下会喊他 唠叨教授 但却把他的话 都牢记在了心里 他以前我们讲过 训练场上的成绩都好坏 那是水平问题 但是 作风 作风严不严重 这是态度问题 做什么事情之前 态度首先要端正 至于能不能做好 那是自己能力的问题 在别人眼中 作为一个教员 能获得的荣誉 胡适良基本上都获得了 可他还是闷头在课题中 这让别人都很不理解 胡适良对此却毫不在意 坚持走自己的路 现在人家给你资予你 这个修科带头人 那又是一种责任 现在责任太多 你逃不了 现在有好多的一些 你像我们原先的一些教学的一些方法 一些手段 一些内容 适合适合 适合适合 下部发展的要求 这些东西你都要去考虑 胡适良说自己曾经不想当教员 但二十几年的教学之路 责任实然 当初的排斥已淡化无影 在他办公室里有两个大书柜 满满当当的装满了军事专业书籍 和参与编辑的专注教材 都透露出现在他对这份身份的依恋 现在通过这几年 这么多年的教学 这么多年的工作 感觉到在这个 当教员 还能够不断的挑战自己 因为像我们搞这个教学的话 装备更新非常快 你时刻的都在学习 时刻的都在挑战自己 不断的挑战 锤炼了胡适良的能力 而敢于迎接挑战 则源于他内心责任感的趋势 现在的他赶上主客训练时 仍要亲自爬上战车 冒着生命危险 排除炮弹故障 每一次都像是在刀锋上舞蹈 可他已习惯了这种感觉 自有尝过负责任的苦 才能品味尽到责任的甜 在采访当中胡适良对记者说 我的手原本是想伸向其死回生的手术刀 结果却转向了毁灭性武器 而且一去就不回头 在赵阳四伙的六月 胡适良传来喜讯 他接连又获得了两项科研三等奖 与此同时 学院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学员毕业季 胡适良说自己的责任就是 培养出更多的优秀学员 让他们走入部队 成为能打胜仗的合格军官 好了感谢您收看我们这期节目 再见 新冠上任遭遇竞敌 他能否平息质疑 为自己证明 全新课目彻夜推演 他能否带领队伍打个翻身仗 梦想的启航 家人的牵挂 面对未来 他有着怎样的打算 军旅人生下期为您播出 把容品出 放牛瓦的梦想